Fajili Ho 这个咒 你看到别人犯罪 你帮他念这个咒 念出他的罪业 很慈悲心的看着他 你Om Ma Ni Fajili Ho 看到魂目 看到死亡的众生 你把这个咒念出来 或是把这个咒念在沙 或白米白芥菜时 撒在那个尸体上 魂目上 他往生极了世界 然后这个咒还有一个特别 各位有没有看过往生背啊 往生背标准就磕了这个咒 一个人往生了 你把这个咒 放在他的额头 注意看啊 放在额头 或是胸部 这个人就不会堕落伤了到 往生极的世界 所以 上面有一个塔 这个咒上面有一个塔 包围起来 Om Ma Ni Fajili Ho 就是灭罪咒 那各位戴在身上 那经典说叫佩戴解脱 别人踏到你 跟你讲话 踏到你影子 等于被这个重加持了 所以一定要戴在身上 那希望各位 以后看到别人做坏事 你看到他 你要很慈悲的帮他念 Om Ma Ni Fajili Ho Om Ma Ni Fajili Ho 消除他的罪业 他将来也会做好人 那另外一个咒 背面 这个叫 轰字除 然后呢 佛经说 这个轰字除呢 如果拿去烧 所以我希望各位以后 不要再烧金子银子 真的要烧 烧这种 这个是特别来帮助 轨道地狱到超度的 一个轰字除 可以帮助失望的地狱或轨道中生 超度升天 像阿里巴巴的地毯一样 所以各位 你在做火供 昨天各位在照相 如果你往空中照相 有没有看到圆圈圆圈啊 有些人如果你拿那个傻瓜照相机啊 做烧的时候 你往空中照 会看到很多圆圈圆圈圆圈 就是这个轰字除 他呢就带着众生 升天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也要把这个带在身上 这里面有八个解脱众 不容易遭受什么车祸啊 意外死亡啊 传染病啊 鬼神啊 找你帮帮 所以这个很重要 希望各位将来也把它做多一点送给人家 好不好啊 做这个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你这张纸印好了 然后这个壳子在我们好像深圳做的 然后再印到台湾的 一个才多少钱 一个台币 一块半 一块人民币可以做三个耶 然后印这个很便宜 然后装进去 盖子盖起来这样可以 好 是一个佩戴解脱众 另外一个 有没有拿到这个 这里面有一个 各位可以挂在手机 没有在想办法 有没有 有拿到的举手 你看人家就拿到 你怎么没拿到 业障重一点 哈哈哈哈 不要怪别人 啊 我们再想想办法 啊 这里面是论言咒 这个论言咒 太重要了 我们整个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咒 就是这个论言咒 来 调查一下 有从头到尾念过一遍论言咒的举手 哦 很多人 放下来 最重要的 会被论言咒的举手 有人会被啊 来给他鼓掌一下 哇 下回多跟他讲话啊 会被论言咒的人啊 论言咒是一切成佛的心咒 每一个要成佛的菩萨 一定要会论论言咒 啊 所以 那 不会念的人 没关系 佛说 要把他带在身上 啊 或是把论言咒贴在你家里 好不好啊 我今天有带几张大张的论言咒 我要送给我们金基士 各位下回再拿去copy 好不好啊 上面写的是梵字 当初印度的梵字 不是中国字啊 我们这个论言咒是把梵字翻成中国字的声音上面 所以这个梵字的力量更强 贴在家里的墙壁 那论言咒的功德 各位请要看论言经的第七品 写的太多太多的功德 那当初佛陀为什么讲出论言咒呢 因为阿难被一个女生疑惑了 那个女生要找她睡觉 阿难已经把衣服脱掉了 快破戒了 所以 释迦摩利佛就赶快传论言咒给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赶快念论言咒 所以魔咒就破掉了 阿难就赶快回来了 他没有破戒 所以论言咒可以降魔降欲望 在佛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女孩子啊 她先生搞外遇 哎呀她非常痛苦啊 自杀 结果她就跑到河里面去跳河自杀 结果那个划船在载东西的 学佛了 看到她快死了 赶快把她拉起来 哎呀你干嘛自杀啊 她说我对我先生好好 我什么都给她 她居然欺负我搞外遇 外面搞别的女人 我好伤心 我死了算了 我活不下去了 结果这个划船在学佛了 哎呀你不要那么笨了 我教你一个咒语 你先生啊 这个邪淫外遇 搞不好就可以消失 她会回来找你的 来跟我念一下 Sitando Potala Sitando Potala 这个就是嫩言咒的名字 Sitando Potala 各位要背哦 你要是怕你先生 外遇要背哦 Sitando Potala Sitando Potala 不是光外遇而已 那人员做的功能太多了 所以这个女生一听 好吧 乖乖的念 Sitando Potala 念到第三天 她的老公请人家写信回来 说她快回家了 念到二十一天 她老公自己跪在她家佛堂面前忏悔 跟她老婆说我错了 你原谅我让我回家吧 好不好用啊 任言咒 防外遇咒 消贪遇咒 降魔咒 开智慧咒 所以很常我知道大家都不会念 所以各位把它挂在身上 或戴在手机 好不好 啊 戴在手机上面 随时 因为你手机都拿着嘛 所以随时的 戴着任言咒 啊 还有这个佩戴解说咒 然后呢 各位啊 拿到这个 代表三宝的圣物之前呢 最好要有一个动作 我们一般都会用头去拜佛 对不对 那所以你拿到这个东西 最好是怎么样 来放在头上 放在头顶 然后再戴 好不好 啊 甚至各位拿练珠 拿练珠的时候 啊 这练珠代表三宝 要念之前 奥兰索哈 然后 鼎里三宝 然后再开始念 培养这个习惯 好不好 那以后 你看到莲宗 老和尚 赶快来法师 帮我 吹一下 因为法师从早到晚 在念经啊 持咒啊 啊 所以或是法师将你用双手 这样帮你加持一下 特别各位买到这个圣物 请三宝法师帮你净化一下 加持一下 力量就很大 像我这一条炼珠 请了多少位世界知名重量级的善知识 我都请他加持 然后我都跟他讲说 我这条炼珠 因为我要帮助人家 死刑犯啊 帮他加持啊 被杀的牛 我要帮他加持啊 得爱证 我要帮他加持啊 所以那个法师一听到就很认真 一直念 一直念 把他的功德力融入在这里 然后呢 我就替他拿去帮人家加持 所以各位你也要一直把你的炼珠 不断的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那以后如果来大殿拜 大殿拜 你的炼珠呢 拜完以后 把这个炼珠靠靠佛菩萨的脚 或是大殿的石头 因为这边是三宝地啊 力量的特别大啊 靠一靠 希望自己的炼珠也得到一个加持 这样有好处 你看到炼珠就会想到大殿 有种种的力量 啊 希望各位呢 我们是凡夫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佛菩萨随时呢 给我们一个好的力量啊 就这个意思 好 来 那 可能各位要休息了 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心像一个圆满的月亮 对人 对众生 对世界 都要好 不要生气 不要吵架 好不好啊 要忍 要忍 哎 忍辱就代表有空性啊 不要吵架 世界才会和平啊 你一吵架就感冒 就生病 就会 弄财 车祸 哎呀什么都来了 破戒了 所以菩萨道 不怕你贪心 你要贪心做功德 菩萨道最怕你称心 一生气 一生气 还念下来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里 全部报销了 啊 所以各位不要生气 不生气 相貌庄严 口才好福报道 将来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有些人不生气 虽然不生气 嘴巴咳咳咳 到处批评那也没用 啊 念东念西 那个不好 那个缺德那不好 没有口福啊 没有福报 你生生世世没有钱 啊 各位来 沉默是金 守口如品 神圣的语言 不要随便聊天啊 有些人没事聊聊聊聊 打个电话聊一个钟头 人家念金当金啊 浪费 哎头发哪里做的啊 鞋子哪里买的啊 你儿子在哪里读书啊 哎 都不要那个浪费 啊 浪费钱 你还不是说拿心经 像我们电话里面 都给他装佛号 打电话给我 让你好好的念 听佛 电话的声音 都是佛号的声音 希望各位 多唱炉香战 唱佛歌啊 那这个也是一个资粮 一百五十 也写的 在布施经 跟夜报差别经 下面说 恭敬心 布施音乐 供佛 得殊胜的福报 将来的声音 清晰美妙 再来声明演播 再来了知全身的情话 再来说话受人敬爱 而且 尝有宝盖 已至庄严 因若酌生 其实会很漂亮啊 面貌庄严 见者欢喜 有道福报 命中生天 树正念寒 一百五十三页 供妙音乐 有十种功德 一 声相端严 二 见者欢喜 三 音声为妙 四 言词和顺 第五 肢体四月 希望我们金基士也组一个和尚团 到老人医院到医院去念给他们这些病人听 肢体四月就手脚方便 第六 远离春会 不容易生气啊 第七 庆喜多闻 什么叫庆喜 阿难就叫庆喜 记忆非常好 很喜欢听佛法 背起来叫庆喜多闻 第八 崇贵至在 第九 命中生天 第十 肃称元吉 很快的功德圆满 烦恼消灭 就是成佛的意思 所以多唱好听的佛歌 各位也可以多写一些好听的佛歌歌词 大家都能够来供佛供养众生 好 阿弥陀佛 来 大家现在喜利和尚 来欢迎我们大和尚 年中大和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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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6-5232 1996-5232 库民生命传播文化智业基金会 简称生命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6-5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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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5244 1996-5233 2096-5 Dan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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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